關於這個問題 下課的時候有同學在問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 pure of passion 的問題 在這裡面 這個摩擦力 並沒有做功 為什麼摩擦力沒有做功 因為這邊一點都是瞬間靜止 所以摩擦力沒有做功 你可以把動能跟貴能的轉換 放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說基本上面 這個倒入如果是H 的部分的話 因為摩擦力是pure of passion 的部分 所以摩擦力所做的功能 是回應力 那句話說 你的胃能的下降 要等於動能的增加 這個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動能的增加是等於什麼 動能你可以分為兩部分 一個就是 相對於 Central Mask 他在做純滾動 然後另外一個是 Central Mask 打架 所以 相對於Central Mask 他在做純滾動 然後 Central Mask 打架 或者 你就直接說 我不要那麼麻煩 我就相對於P點 在做純滾動 這兩個都沒問題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IT 就等於I-Central Mask 加上 N R 乘瘡 這兩個轉動就是平行 又平行走近 那 純滾動的部分的話 Omega 跟 Omega 跟V 之間的關係 Central Mask 所以你馬上可以看到 這個你把它帶 V的頭 你把它帶 R omega 進來 這個關係就出來了 OK 這就是平行走近你裡面 你可以用這個關係去做 做出來的純滾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留給你去畫揮了 那另外一個同學一直在問的 什麼是純滾動 我底下就舉一個例子 說 如果你騎腳讓車一路上騎 沒有問題 他就是Purotation 因為 這一個點 瞬間跟地面上 都是瞬間進去 沒有這個點沒有滑落 那什麼時候 不是Purotation 當你碰到一隻貓的時候 你把剎車一 一 踩 或者剎車一 扭一 壓 看到你的靈胎是什麼 原來是 就是在原地幾乎是打滑的情況之下 那個時候就不是Purotation 就是那時候是有滑動 那有滑動的時候呢 你就不能用這個關係了 這個關係啊 有滑動的時候就不能用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接著我們看下面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玩過悠悠吧 很久以前玩的就在 嗯 已經忘記往悠悠的滋味了 剛剛是怎麼 弄一弄然後 讓他 碰到地上 然後 滾了以後他再 去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OK 去 去游樂場的時候買一個悠悠玩一玩 然後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有一個 反正已經被我轉 轉好的東西 那為了 因為悠悠它其實是 兩個大的 中間還有一個小的眼部 對不對 悠悠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悠悠有很多東西可以 討論的 因為我們那個大的悠悠已經壞掉了 那 我一直希望 再做一個悠悠 其實悠悠啊 你把東西 這個線傳到這裡的就在 我問同學好 現在線已經傳好了 傳到這裡了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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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往哪裏 好 嗯 嗯 我這樣拉 悠悠往哪裏 這陣子 就在這陣子 就在這陣子 只有一個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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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陣子 這陣子 這是第一的喔 往上拉 又有往哪裡跑 你跟你講 這兩個 又有跑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然後 會有一個瞬間 我如果 這樣子拉 拉到某一個瞬間 我用多大的力氣 只要摩擦力夠的時候 那 又有時禁止不動 那這個角度是多大 這個 給你們 回去 回去 討論 接著 把它寫在這裡 來看一下 看一下 以下這個問題 這是游泳 跟轉動完全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東西是跟轉動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東西是跟轉動沒有關係 你們也沒有打過那個撞球 有打過 推竿跟拉竿 你打的點是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對不對 打在哪一點叫推竿 拿竿 拿竿 拿竿的意思就是說 你打竿 只打出去 這個球 往前走 往前走一段距離以後 會往後 那你要打在哪裡 他已經講 你要打在上面一點 他為什麼要打在上面一點 打在上面一點 打在下面一點 為什麼 老師不會打在上面 轉球 我是完全用物理去推的 轉球 他在給你們 打在哪一點 球才會去的戰球 接下來的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這些問題的 類似的解法 那我們看一下 我說 我現在我在玩一個悠遊 那為了我要 我用時我的正題解法 悠遊的形狀 比較複雜的 我說我現在就是一個 你的故事好了 那我把這個 他已經轉了 他點一些 initial 然後 這個物體已經轉 omega 0 我讓他放到地板上 我讓他放到地板上 那他開始的時候 你一放到地板的時候 他不會馬上就沈滾動出去 他會開始會滑動 滑動完了以後呢 慢慢的 才叫做 他才會沈滾動 他才會沈滾動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那多少時間 他才會沈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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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馬沙里在哪裡 他才會沈滾動 你現在 你現在 我看到這個物體 原來是 歐麵塔林 現在 把他放下來以後 他一開始 會有滑動 那 慢慢變成滾動 那 慢慢變成滾動 要多少時間 他才會變成滾動 然後 他摩擦力 是等於多少 不是 兩個 我的困境 好 對於這樣的困境 摩擦力在哪個方向 你們同學猜一下 摩擦力可能會在哪個方向 同學就是在這邊 好 沒關係 我們隨便猜一個 我們就隨便猜一個 同學說摩擦力會在這裡 那我就假設摩擦力的方向 是在這裡 好 好 那我說整個物體 還有正向力 然後 現在 本來 他是這樣滾 對不對 所以 他應該要這樣滾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的加速度A的方向 好 好 那現在 開始要練方程式了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遺漏的 沒有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假設你說你摩擦力是這個方向 那我們把A朝這裡 所以你現在變得 你負的F 是等於NL 這個帽子就等 然後半句子 那A是等於多少呢 A當然是等於 等於T A 跟S等於HP 所以你現在 看到你沒有動物差力作用 可以 所以你還是定義作用的 所以我們說 這個瞬間的加速度 A跟平均加速度 是同一屆的數字 就是相等的 因為A是等於融合 A的瞬間 就等於F 就等於F 那我們看到 這個I 就是等於T -0 那原來的 速度 寫Final的速度 那 我自動Final的速度 最後的時候 我是希望 原來是從 Vis等於T 到Pure Location的時候 我是希望 是Pure Location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半徑跟Omega 那 時間的關係 因為它是Pure Location 所以 我知道 這個Final的 Vis等 它是等於 所以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關係是 你已經有了 好 再來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我的POP 外力 是等於I alpha 那 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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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外力 外力 是等於I alpha 那你現在的外力 外力 外力 是等於多少I central 來講的話 那我說 這是I central 對Cental of mass來講 它的外力 R Close F 所以你現在你知道 POP是桃內 沒有 那 是RF 是等於I central mass Alpha的部分 Alpha呢 一樣的 是ΔP 跟ΔOmega 它的I central mass 一開始 就是Final的 Omega 解 Initial的 Omega 處理7 解 Initial的 Omega I 是等於Omega 你給你知道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是I 身後 mass 然後 然後 乘上 D分之 Omega F 是等於 VF 除以R 減Omega 那句話說 你現在R I身後 mass 你把它 假設你現在是一個眼目的 就是二分之一 M R 如何 他就把它帶進來 二分之一 M R 方 D分之 V F R R R 就消掉一個 然後 F 就在 二分之一 M R P分之一 F G R 剛剛我們就講 F等分之一 所以 可以做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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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狀 其實 你把這個帶進來 F 的話就等於 負的 三分之 TmR 從這裡面 有一件事情是 F 是怎樣 但是 F 是什麼 我們說 F 是滾動摩擦 因為在 Y 軸上面 是等於 N 減 M G 是等於 N 就等 M G 所以 F 的話呢 是等 M M M 這是滾動摩擦力 所以可以看到 它就是等 M M M G 換句話說 現在 T 等於 3 負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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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負的三分之 N M M M G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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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消掉 固號代表什麼意思 固號代表 這裡面這個固號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你的F值 剛開始的時候是假設錯了 那就要說這個系統 正確 所以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ω0你的F這個方向 做到MG 然後做到M 然後滾滾滾滾一下 然後經過了T值天領後 這個其實是 F你已經知道的是 是假設方向錯了 所以T的時間是等於 經過了3μKg rω的時間 它才變成純滾動 它才變成純滾動 這純滾動的OmG0是等於多少 OmGa5 你可以去計算 因為它是等於3分之1r 這個時間 經過了這個時間以後 它的純滾動 它的VF的值是等於3分之1r 換句話說 所以那時候的OmGa5 就是等於3分之1r 所以這是一個連滾帶 連滾帶滑的一個典型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 你現在用到的 在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你受到定律作用 你的瞬間加速度 就等於瞬間速度 然後你一定要到純滾動的時候 你的OmGa跟速度V 才會有V是等於rOmGa5的關係 才會出來 這是一個典型的一個關係 有沒有問題 同樣的 你可以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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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去 摩殤系數 kosong 可以看到 可兩 我说假设 我现在 在我的边缘 一个大F的力作用 让这整个的速度是 Omega 小速度是Omega在运动 那它是去活动 我说 我要问的是 这个M棒大 我已经知道 我的加速度A 我们可以把这个 当成你们的Home Home 這個 assignment 也可以去帥一下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這裡給你們一個提示 就是 我從這邊拉的時候 先看看 從這邊拉你認為悠悠會往哪裡走 哪邊走 認為會往這邊走的 請舉手 等我會往這邊走的請舉手 就坐在一旁 所以還有人 不能坐 好 我可以給你們一份提示 往這邊拉 悠悠是往這裡走 我們應該要是這樣的 轉過來 不住 我們這邊拉 拉得往哪裡走 蛤 可以 可以站一下 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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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站一下 齁 嗯 嗯 可以站一下 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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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說 我們這堂課已經討論了 後殼的方向 是 明行 轉動走的時候 後殼如果垂直轉動走 我們剛剛已經講 後殼垂直轉動走 就要讓轉動走 跟著轉 可在 這時候我們就要回歸路 到 後殼是 是 小動量的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 這個 後殼 是等於阿 阿華這個關係 但是到這裡來的話 阿阿華是不能用的喔 記得喔 上面這個關係式是 底下 是 垂直轉動走的時候 不能用的一個關係式 那 怎麼來看呢 我說 最典型的例子 現在 東西在轉 ok 然後你的轉動走 其實現在我的轉動走 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我在轉 然後轉動走 不是固定的 要跟著轉 你們可以想像這是你們小時候玩過的東西 就是 佛羅 我就想起來了 佛羅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一邊佛羅在轉 然後佛羅的轉軸 沿著 這樣再轉 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 地球到太陽再轉 地球是 在自轉 然後他一邊 在空轉 也是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接著我們就要看一下 那 我說 這個佛羅的話呢 這些 一切 這個 那 我們先讓我們看一下 我说对这个佛罗来讲 他的生动的话 他是受到的重力的作用 那现在你看到了 对这个佛罗来讲的话 这是他的支点 R 佛罗斯 F Hawk 是什么 Hawk 方向是这个方向 Hawk 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你现在你的Hawk 跟你的 你现在在旋转的转动的转动轴 是什么 垂直的情况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你的转动轴 R 佛罗在轴 佛罗是这样的方向 但是你的Hawk 的转动轴 所以你现在看到你的Hawk 是垂直于你的转动轴 是垂直于你的转动轴 其实就是本 R 这个位置是身动的位置 M 然后R 佛罗斯 F 所以他是哪有的 是 这是他的道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oken 是用来改变 脚动量的变化 那你原来的脚动量是哪的 原来的脚动量是这个方向 现在你要改变它 你的Token 改变你的脚动量变化 那现在你看到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 在DNA T 时间里面 这是Final Step 写Initial Step 在Limited DNA T 去进入的 那句话说 Final Step 这是Initial Step Final Step 呢 HOW可以乘上DNA T DNA T HOW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的L 从这个点 你现在要走 移到这边的自己 没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的脚动是什么 原来是在这边转 现在要跑到这里 记得我的词典是不变的 换句话说 我可以打 我的L 原来是这个方向 然后 这个是Final Step 这个是Final Step 我的Final Step 就是它 成像Final Step 你会跑过来 Final Step Final Step 他也没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转动轴现在是什么 转动轴已经跟着在变 我们把这个叫做经测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